最近阿贤做美食好像很少翻车 这就跟学习是一样的 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 要从简单的到难的 所以今天我们依旧来做一道最简单的美食 广州煲仔饭 煲仔饭 煲仔饭 因为煲仔饭是需要用到香菇的 然后我们正好用泡香菇的这个水来煮这个米饭 这样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香一点 好先煮一下饭 我们来准备一下其他的东西 两根腊肠 老姜 小青菜 泡好的香菇 切辣肠 切香菇 接下来调煲仔饭料汁 一点生抽 一点老抽 一点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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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麻油 一点凉白开 一点点藏 搅拌一下 咸鸭蛋 我这个煲仔饭不是用砂锅做的 是用电饭宝做的 所以要在米饭熟的前十分钟 把这些材料加进去 但是这个蘑菇和青菜可能会弄不熟 所以我们去给它弄熟 好那么接下来准备我们这个包仔饭的最后一步 均匀地撒上酱汁 老姜 然后再煮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包仔饭的做法 搅拌一下 这个摆排是很重要的 毕竟色相味俱全 这个色啊 这个卖相好看的话会引起你很大的食欲的 然后这就是一碗广式包仔饭 我也没有吃过包仔饭 但是和图片上看起来都差不多的 吃口米饭 这个味道它是刚刚好 然后米饭的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嘉欣的粽子 它这个味道分布的很均匀 每一粒米它都照顾到了 一口吃下去就不会出现一边很淡一边很咸 就刚刚好 米饭的口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粘稠 但是影响不大 因为这个青菜可以解腻 就两者口感不一样的话 它会给你一种别样的感觉 来尝一下这个香肠啊 这个香肠的档次有点低 很普通 我推荐大家使用腊肠 我这个的话虽然看起来好像肥肉不多 但是一口下去感觉肥肉还蛮多的 还是蛮腻的 不过这和我做法没有什么关系 这香肠的锅啊 我不背 尝一下咸鸭蛋 咸鸭蛋果然有点咸 不过立刻巴拉几口米饭的话 这个咸鸭蛋的味道它就立马冲淡了 它和普通荷包蛋的区别还很大 因为它里面的蛋黄是那种绵绵沙沙的 口感真的很特别特别好吃 我推荐大家用咸鸭蛋 这个荷包蛋的话肯定没有这种口感 不过应该可能另有一番滋味吧 我真的特别的好吃 我感觉是不是我的任督傲麦被打通了 不然怎么感觉我现在都不翻车了 咸鸭寶不翻车 这是奇迹 我真没有骗你们 这个晚饭你们看这个样子也能看出很好吃吧 对吧 对吧 我突然觉得电饭宝真是一个神器 它什么都能做 我用电饭宝已经做了很多菜了 感觉家中有一个电饭宝 你就可以用电饭宝做很多菜了 你就可以做满汉全席 好吧 有点夸张 不过这个咸鸭蛋它的蛋白部分还是比较咸的 如果你要放咸鸭蛋的话 最好备一碗水饭的话确实蛮咸的 但是那个蛋黄的口感和这个饭 简直就绝配 真的没话说 好那么今天这期包仔饭就很简单 用电饭宝就可以做好了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做法真的不难 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往上挑战一下 我不要做这么简单的料理了 我感觉我有点膨胀 以后挑战一些难一点的料理好吧 就不做这么简单的了 我是先博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我觉得神美食播主这个称号